在港大附近的龍虎山郊野公園 是全港最小的郊野公園 公園環境清幽 野豬、賤豬都是公園的上客 龍虎山教育中心希望 能夠平衡游人和野生動物的需要 推廣共存理念 於是請來設計師傅府 為公園重新規劃 他們亦有一個項目 叫做龍虎山一個古蹟 有些花園 但這裏本身的條件有限制 令到這裏的生長 植物的生長狀態不太好 希望我們給予一些意見 由於這次規劃 以永續農業為原則 設計師和一班義工 會採用本地物料 例如利用回收重造的有機紅樽 升起花圃 再用有機泥 讓植物生長得更健康 又用花式回收的竹 來搭建蝴蝶圍蘭 義工參與的過程中 亦獲益良多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大志 香港保育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亦趁現在有時間 參與一份子 但同樣都會令自己更加知道 關於保育的知識 因為始終是自己都想做 但其實都不自認識 必須有機會去學習一下 為期六個星期的大改造 即將結束 大家亦都即將見到公園的新面貌 東網記者楊家文報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